大家好,又到了我们每周的看房日了 今天给大家看一个位于新宿区 步行道JR山手县新大酒保站只需要2分钟的脚步屋公寓 步行道山手县2分钟,无论自住还是出租都是比较划算的 这个屋子关键价格还不是很贵 2LDK的格局,专有面积为41.26平米 此外还有5.4平米的阳台,售价为4599万日元 折合人民币270.5万,位于7楼 房屋年代有一些了,上周的小视频我们刚刚科普了日本年号 昭和58年的房屋,大家猜猜是答应年呢? 答案是1983年 1983年建成的房子年代比较老了 但仍然属于新赖镇基准的,可以扛7级以下的地震 物件的交通和商业生活设施都非常到位 门口有唐吉赫德和业务超市 一大条寒风街每天吃喝玩乐都不带重样的 除了去新大酒宝站只需要2分钟外 步行至JR中央总母线的大酒宝站只需要5分钟 那下面呢,就让我们的金鸡小哥蓬蓬 带大家去看看这个房子 这个房子的外墙正在修缮中 所以目前看不了外形 是工人看起来非常有礼貌的样子 通过过道可以看到外墙的铁架子 安全设施还是比较到位的 小哥已经进门了 右手边的柜子打开是两扇门的大鞋柜 衣柜旁边是卫生间 往里走 左手边是第一个卧室 带一个开放性的衣帽间 最里面是带开放式厨房的长条型客厅 厨房是90度转角的 节省空间的基础上不影响正常的操作 厨房侧对面是灌洗室和浴室 洗手台和浴室中间夹着放洗衣机的地方 浴室也是比较普通的 一般装修我们一扫而过 与客厅相连的有一个带推拉门的主卧 这个屋子的衣柜都是开放式的 因为外面正在施工 小哥就不出去阳台了 我们可以通过玻璃窗来了解下这个阳台的宽度和长度 另外位于七楼的话 视野也会更好一些呢 今天的两次公寓就看完了 优点显而易见 交通极价 价格便宜 缺点是房屋年龄较大 格局一般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欢迎留言探头